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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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 煤气 水 人民币大概是457每个月 通讯大概每个月是270左右 那学习材料的话每个月也是270左右 PART 4 保险 一国他乡出门在外 保险能够让在意外的时候给予保障 在英国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意外的时候医疗开销是承受不起之痛 所以大家一定要买好保险 费用的话在英镑300每年 值得人民币是2700多每年 PART 5 交通 能够住在故行到达上课地点的地方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可以使用区域火车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地铁 最好办理国际生专门的交通卡 因为相当便宜只要300英镑每年 值得人民币的话也是2700左右 当然所有的汇率都是实时汇率 以上信息和数据来自神奈阿老师 对英国留学的学生的采访和QS官网数据基本适用 因为英国距离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非常近 所以对于有想法要假期旅行的同学们是很方便的 这方面的费用就因人而异了 神奈阿老师不做统计 以上数据算下来 去英国留学本科大概费用是25-40万人民币每年 研究生的话大概在30-40万人民币每年 当然具体到特定的学校和专业 神奈阿就不再次一一列举了 欢迎同学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神奈阿这边也欢迎大家咨询私信了解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拜拜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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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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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为您做选课辅导